联赛刚开第一把就拿下了一把两星99 还想挑战四个21星 这不是在做梦吗 只剩三个号可以打21星了 第一把新用超然打对面的3号 先看这行 这个阵型用大火球打就行了 四号呢 这个阵又超难打 对面这里是城堡 如果说我一个飞艇能飞掉鸟泡的话 右边方向开一个超大浪漫 我把这个成员打开 中间挂一个弹跳 我感觉也是能打的 不管了 这一把我只用一手飞艇了 狂暴光环没有问题 直接发进攻打游戏 你必须敢赌 敢赌 敢想 敢拼 来 飞艇直接飞 他绝对不可能坑我这个路线 我就说嘛 只要落在里面就能把对面的多头直接打掉 也是非常的转 横转啊 很舒服这个位置 很舒服 太舒服了呀 女王能往右边方向走吗 这个位置我最希望的就是能无伤打掉对面的这个冰人 哎呀 这个位置好呀 法师的话把左边发现清一清边 然后这个边已经断的差不多了 我的部队只需要往右边发现走就行了 这里话直接点 点这个勇王对 这里话再放一个弓箭手对 他会往右边发现走 咱们给上石头人南胖 右边给上一个超大开程 把蛮王直接进去里面就给他开大招啊 看得没 直接开大招 哎呀 很舒服啊 放两个德鲁伊增加续航 放小勇王 这个超炸开节点城墙其实也还行 蛮王把右边格子拆掉了 很赚啊 这个超炸开了更没开一样 不上狂暴 第一瓶狂暴让德鲁伊一定要吃到啊 然后的话这个德鲁伊血量还是非常健康的 没有必要给啊 这里话第二个超大我他开这种城墙的好呀 那我就不需要给弹跳来 我弹跳可以往左边方向给啊 他开的是什么鬼城墙呀 我是真奇乐怪了 真是奇乐怪了 没关系啊 部队会自己开城墙进去补上狂暴冰冻 可以冰一下对面的大本 然后右边方向马往还能接着差证 可以放一个呃 这个叫啥来着 上面可以放个弓箭手拿来清边 这个弹跳我觉得有必要放这个位置 毕竟的话等一下可能会 学我的部队往左边翻下去打对面的投石炮啊 这个时候的话 感觉要开金身宝部队了呀 差一点都没乃住了啊 接下来的话 右边方向可以放个龙宝带来清边 这样的我男胖因为大概率会往左边方向走 最关键的还是对面女王的走呀 看样子还是得第一把打超兰 手感比较好啊 法师 是时候该猛攻了补上预判狂暴冰冻动动一下 他想打我的这个小勇王 但是没关系 还有差不多一分钟时间女王提前开技能 这样子的话可以召唤出天使 论途直接甩一部技能就直接把这个任性拿下三星了啊 第二把我们要玩大火球了啊 哎呀 太紧张了呀 大火球的话 我们打一下对面的这个三号啊 我觉得我的大火球应该是能砸掉对面的这个鸟炮的 一个大地震哎 就能把对面的城堡和这个擎天猪一起打掉啊 我感觉也是挺赚的哎呀 我们直接就发起进攻啊 这边要不然先探陷你们放两个气球看看有没有轰雷啊 好黑了呀 哎呀 直接点泳王啊 吃着狂暴大三也肯定很高啊 当我没说啊 来跟上怎么的天使啊 左右两边各断一下边啊 不然的话 等一下这个大火球可能会砸歪啊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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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隐身 我的前的五个隐身必须得做好啊 12345 应该是没啥问题吧 我感觉1234 是 我一个大火球往中间一扎 哎 这才对吗 两个地震 哎呀 这才对吗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大火球有王他往右边方向走啊 那咱们直接大火球就往前面冲了呀 怎么的部队往左边方向走对 直接砸掉很细节啊 这 这这这 要的话这个勇王必须得保住啊 等一下准备随时是给狂暴 咱们这个流派的话 前夕可以给的时间稍微压缩一下 让这个勇王可以多点一下 接下来可以让女王穿一件了 穿一件必须穿得准 哎 把对面大本直接穿掉 这里的话要不然给一个地震看看能不能打掉啊 呃 这个差一滴鞋挺可惜的啊 但是应该是没多少关系 这个勇王肯定是能点掉的 这个蛮王得顶住啊 这里的话放两个气球 把对面的这个头饰给他打掉 来给他来一发冰冻啊 这两个气球应该是能打掉对面这个头饰的 也不确定啊 来个法师断个边 哎呀 一定要打掉啊 弓箭手可以叹一下陷阱 再补一个 再扎一下 堆罗 他对了 这边的话放一个这个大乐器球 弓箭手断个边 啊 这里来个大乐器球 哎 点掉之后的话 这个冰冻也不知道干嘛呀 这边往这边飞 哎呀 你飞错位置了 姐 把人哥们啊 多头勇王这里死了 没关系啊 咱们等一下足球只要一个隐身一折 我一个隐身一折 我的足球直接弹射 把对面大本打的还剩 直接一滴血 哎呀 太对了 左边方向论途 螺旋手里剑 哎呀 冰冻冰珠大本 很多的骷髅丢上一发毒 哎 手上有两个大乐器球往前走 论途螺旋手里剑就能把对面大本直接打掉 两个气球直接丢在地上 哎呀 还剩一个小罐子 冰冻直接操红在地上 成功拿下游戏的三星 带耗主啊 带我自己走出大山 哎呀 还剩一个小罐子 冰冻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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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